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行将崩溃 盟军从东西两面占领了德国大部分领土 在最后的胜利即将来临之际 美苏两国意识到 德国在科学领域有许多项目领先于其他国家 德国科学家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谁能拥有它们 谁就会得到长远的回报 同时 战后两大阵营的行程不可避免 谁占有这笔财富 谁将在军事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于是 在对德军事进攻的同时 美苏两国间争夺德国科学家的斗争也悄然展开 美国政府对争夺德国科学家异常重视 只是军方成立了多达14个科技情报分队 在美军占领的德国领土上展开搜寻工作 这些科技情报分队分别来自海军和陆军 他们相互独立 四处出击 反而 希特勒对科学家 以及科研资料的控制十分严密 他下令在盟军先头部队到达前 将所有科研场所 科研设备 以及相关文件销毁 科学家则寻找适当的地方隐藏起来 1945年3月18日 美军第一部兵师 开进来阴河西岸的波恩 波恩大学的科学家们 开始匆忙销毁他们正在试验的新式武器的相关资料和文件 他们将这些绝密的材料撕碎 放进抽水马桶 用水冲走 可是 有一个马桶坏掉了 碎纸片没有被水冲走 此时 美军的坦克已经逼近波恩大学 科学家们来不及处理这些残留的纸片 就纷纷逃离 一个负责守卫波恩大学的波兰籍卫兵 发现了马桶中的碎纸片 他将它们全部掏出 交给了随后到来的美军士兵 美国情报人员把这些碎纸片小心翼翼的晾干 并拼接在一起 发现这是一份包含德国科研计划摘要和科学家 高级技术人员名单 及家庭地址的重要文件 它由德国研究委员会规划 局的负责人弗利兹奥森伯格 在过去的五年中精心汇编而成 价值极大 美国人称其为奥森伯格名单 这份名单为美国赶在苏联之前 找到这些科学家 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战争期间 希特勒在德国中部的哈尔茨山区 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兵工厂 在面临失败之际 他把大量科学家集中于此 改进喷气势战机的发动机 并准备批量生产重达13吨的V-2导弹 以做最后的顽抗 当1945年4月 盟军摧毁这个地下兵工厂时 发现其中的科学家已经逃离一空 隐藏在图林根地区的三百口当中 1945年5月27日 美国驻巴黎的军械技术情报机构指挥官 霍尔格塔夫 托 接到美军总部命令 从图林根地区搜寻所有科学家 并将他们带往美国 图林根地区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 要找到这些科学家犹如大海捞针 并且这一地区划归苏军占领 一个月后 苏军将到达这里 然而 执行这一任务的美军少校罗伯特斯达夫 想到了奥森伯格名单 他率领科技情报分队 按照名单 开始了艰苦的寻找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 斯达夫找到了一百多名科学家 并采取软硬监视的手段 迫使他们同意前往美国 最终 在苏军占领这一地区前六小时 斯达夫将这些科学家转移到了美军占领区 1945年9月 在图灵根地区找到了一百多名德国科学家 被运到美国 此后 又有大量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被运往美国 人数远远超过前往苏联的德国科学家 这些德国科学家 在此后几十年中 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进步 为将世界科学中心 从德国转移到美国做出了贡献 特别是在核能科学研究 航天科学发展等方面 德国科学家的贡献最大 他们是美国科技远远领先于世界 为确立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奠定的基础 返回搜 胡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